好,港股后市 你觉得会受到旧市利好消息的冲起影响大一点 还是内房的债务问题 或者人民币持续弱势的冲击会大一点 我想可以分两个层面看 内房的资金链断裂问题 已经长期困扰 不要说过几个月 甚至至少未来一年 都会继续困扰整个港股市的气氛 因为这个是连锁效应之下 其实你最终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人说得清楚 是一个去到什么为止叫做完结的 因为始终都刚刚是一个开始 你说刚才提到 比如说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救不了 其实市场都对你本身没有期望 其实这些所谓的AMC 就是资产管理公司 不要说他们本身华融的情况 其实他们本身在债市方面 他们的债券都没有什么需求 其实市场一早已经是处于一个 对他们的前景都是一般的 所以其实金铺救市 其实本身一向的重点都不在他们那里 所以我认为消息反而就不会太大影响 至于总理的一个人说要救市 那时候之前都说过 要救不是太容易的 因为其实你看到中国以往的旧市的经验 其实最主要都是来自基建投资的出手 但是在以往的基建投资 很多时候是由钱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除了政府要带头 其实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其实很多时候正正是来自内房 即是说他们的内房发展商去买地 令到地方政府有一个买地收入之后 去支撑各个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投资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就已经是非常可能 不要说完全没有了 但起码真的大大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 你说真的要救呢 纯粹在基建上是比较难的 至于你说 我也曾经分析过 你说在消费层面 或者出口这两个环节 就是三头环节的其他两个环节来说 其实消费不是说你够就够够了 你看到整个市场的消费者信心的情况 我也经常说在疫情情况之下 其实你要消费者出来 疯狂地买一些非必需的物品 其实我觉得机会不太大 也不会看到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消费的额度会大幅增加 其次出口贸易来说 其实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就要看回你的交易对手的需求 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东盟的情况 所以你说 市场会观望这个 你和人说的旧消息 看看实质会在哪方面出手 或者那个规模 所以你说 但是你说是否因为这样 可以立刻令到港股炒升呢 我觉得这个动力真的不太足够了 是的 譬如看到 昨天也说收在19,949点 但是看黑期其实跌200多点 港股去到19,600点左右的水平 譬如以技术分析来看 譬如看保力加通道 其实就跌穿了中轴线 譬如看二动平均线 十天线和二十天线 如果看最新黑期的情况 都是穿了 你觉得如果港股短期 譬如说受一些利淡消息影响的冲击比较大 对下的支持位第一站会在哪里呢 首先我之前也说过 其实这两万的关口已经有什么意思 基本上都是左右穿插上下穿插上下 以及一个整数大家的心理关口 是心理关口 但是你说 其实看到近期的港股 业绩其实都快要过了 是 你可以看到这些业绩 譬如说 至少在我们说的那些科网股 起码是交到功课 比如频信、美团 这些都比较好的 可能小米就差一点 但是你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说港股要再 其实你想想港股由今年 可能是在说第一季下来 累积的跌幅也不少 而反映到来地疫情 和来地经济往往的情况 所以你说要真的再去急插 其实可能真的 可能第一个因素 香港究竟是什么加息 这个是其他因素 其次就是中央经济 跟着来公布的数据 会继续再叉下去 这个是最大的理淡因素 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要升上去是难的 要大插是难的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疲弱 尤其成交都比较偏弱的情况之下 其实港股仍然有机会慢慢靠近 去挨近19000点 因为其实港股的动力 真的比较缺乏 你说刚才所说的 科网股起码是即交到功过 只是交到功过而已 但是它不是给到一个惊喜 你说是非常强劲 或者内地经济已经是 走出最谷底的这个情况 都未见到 还有刚才也提到的情况 就是内房股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这个其实都是令到港股 缺乏一个弹性的动力 我看大家看 嗯